大家好 欢迎来到慧眼看中国 我是孙宁 7月5日晚50左右 长江中下游的洞庭湖团州苑处突发决堤 由于紧急封堵失败 截至7月6日90 堤坝绝口已扩大至226米 汹涌的洪水迅速涌进村庄农田 当地居民连夜逃难 一夜之间位于湖南华融县的团州苑 被洪水吞噬 淹没面积达47.64平方公里 占整个团州苑面积的92.5% 苑内平均水深约5米 很多二层的楼房几乎被磨顶 苑内约6000多名群众被迫紧急转移 网传视频显示湖水急速涌入村庄 村民们连夜紧急逃难 许多电器大件物品被丢弃在路上 有人只拿了一个小托箱 带着幼小的孩子步行 有的用三轮车载着家中的老人 和一些物品逃难 由于车辆太多 道路出现拥堵还发生车祸 团州苑一线大堤绝口之后 团州苑和前南苑之间的前团兼堤 也就是第二道防线已告急 决堤口仅二公里处的前团兼堤 是一道横更在团州苑和前州苑之间长14.35公里的土堤 其强度远比团州苑大堤单薄 自1996年以来 从未用于挡水 也是常年失修 专家指出 6月中午随着破堤而入的洪水涌入苑内 前团兼堤挡水面积越来越大 低深的土壤水分含量升高 渗透等险情已经陆续出现 且在后续几天可能出现的更密集 因此现场专家介绍 与封堵绝口相比 加固第二道防线尤其紧迫 当地时间7月6日 有人在现场拍视频称 这里是岳阳华戎 旁边就是洞庭湖 远处的这条大坝就是出现的溃口的大坝 现在在大坝上面停着非常多的大卡车 这些大卡车都是满载石料的 他们正在全力的对溃口进行添补 大坝的另外一侧就是团州院了 现在整个团州院基本上已经被洪水淹没了 但有一项工作也非常非常紧张 就是我们站的这条大坝 这条大坝的另外一边是 前梁湖镇以及前方的梁兴堡 这块区域是三个乡镇交界的地方 所以一边要修复前方的溃口 一边要保住能够挡住洪水的这条大坝 现在这条大坝其实距离水面已经非常近了 大坝的另一侧就是万亩良田 也是村民的希望 要知道洞庭湖是中国的第三大湖泊 发生决堤意味着什么 可能攸关周边数十万的人的生命安全 财产损失更是不可估量 由于会堤处水流湍急加之最初利用 流沙的风度方案非常不专业 导致决堤口越来越大 而后根据专家意见 紧急从华融县周边县市区 长德 益阳 长沙等地 调拨5.56万吨块石 用来填补决堤口 但是面对激烈的水流 抛头的大块石 坏石串 预制混凝土四面体均被冲走 后来保持高强度抛头10小时后 依然毫无进展 有专家建议 需等待水流减少 及绝口内外水位持平时 方可进行逐步封堵 据陆媒报道 至7月6日下午1时 绝口内外水位基本齐平 流速相对平缓 具备了封堵绝口的初步条件 开始对团州院一线大地进行合龙作业 当地紧急调集了400台 以车带舱车辆添堵 调运10艘自泄驳 40艘平板驳 在堤外添冲沙卵时封堵 另从山东紧急调运28个沉箱用于堵口 截至7月7日6时 团州院亏口以通过抢注果头双向进站等方式 已封堵了51米 其中左岸进站28米 右岸进站23米 平均封堵进度为每小时约4米左右 关于何时能够完成合龙 据施工的中国安能集团介绍 理想状态下是不少于4天 但这取决于很多因素 比如石料等的供应情况 水利专家预测 合龙大约需要10万方物料 自团州院一线大堤 汇绝后加固第二道防线的工作 已于7月5日晚间紧急启动 据陆媒报道 抢险队伍已对肩堤低身低脚轻击扫杖 铺设彩条布 目前已完成铺设彩条布轻击扫杖 电线架设等工作 就在团州一线忙于封堵堤坝的时候 7月6日洞庭湖东南侧的平江县九丰水库大坝一次出现溃堤 但官方紧急避遥 并称仅出现渗漏险情 据陆媒报道专家在现场发现 大坝高成98米处 寒管内有浑浊水体渗出 水制成黄色偏冷 水体含沙粒 经初步分析研究 这次渗漏险情的漏水主要来源为 大坝内坡左侧原塌县隐患区 伸漏至原底寒集中出流 险情有发展趋势 据了解这一处塌县隐患区7月5日11时左右 被巡查人员注意到 发现大坝原有排水冷体坡脚 有脚大的渗水 开挖后发现有一根直径300毫米的坝下 废弃通寒管 后经现场踏勘 是建坝时遗留的老寒管 且有浑浊水流出 目前当地正在紧急修复中 并投放了大量的砂石 且开启输水碎洞放水闸阀 腾空库戎 水库周边1000余人已经撤离 有报道称 若渗漏险情持续发展 可能影响下游2.1万人 但是从流露出的现场抢险视频来看 应该是已经出现了溃堤 绝非官方描述的渗漏 其实在洞庭湖周边大大小小的水库还有数百个 中国水利部消息称 根据监测预报 长江自7月1日起全面进入主汛期 长江洪水自洞庭湖入江口一下将全面超出警戒线 且洪水过程将延续到7月中旬 届时又将有多少水库出现险情 实在是无法预料 出现危险的还不只是洞庭湖 处在长江下游的颇阳湖也出现了新的状况 7月6日有当地网友上传的视频显示 颇阳湖已经成为一个悬湖 水位比大坝外侧的马路要高出几米 形势危急 一旦发生溃堤后果不堪设想 值得一提的是正值团州院 提防绝口之前 湖南省政府官网才于7月3日晒出防洪政绩工程 官方公告称 截至7月2日18时 在此轮强降雨过程中 全省7个在建重大水利工程均未发生重大险情 资料显示于2022年9月30日开工的洞庭湖区 重点院提防加固工程 涉及6个重点院 一线堤防总长658公里 总投资85亿元 预计2026年完工 但发生决堤的团州院大堤 却未被列入加固工程 处于堤防绝口位置的团州乡 位于华融县东南部 地处洞庭湖和藕池河交汇处 其东南北三面临湖 一线防洪大堤20.8公里 是华融军山的第一道屏障 曾被称为湖南第一险 如此险要的位置 竟然未被列入防洪重点工程 实在是有些匪夷所思 并且团州院1996年曾发生溃坝 大堤遭受重创 岳阳史志办资料显示 当时团州院大堤被洪水撕开了一条宽 460多米纵深近一公里的口子 短短几小时 全院一片汪洋 团州乡遭受了灭顶之灾 超过5500户受灾 2466.67公顷棉花 200公顷鱼池 133.33公顷大湖养殖绝收 而团州院当时的溃决 致使乾梁湖院19年来 未挡过洪水的尖堤 变为防洪的一险大堤 据资料记载 尖堤普遍出现严重散禁 有近4公里长出现慢溢 多处出现滑坡 虽经奋力抢救 乾梁湖院也发生溃口 溃口长314米22亩土地 进城泽国 历史的教训并不久远 但是人们往往容易遗忘 在经历了1996年的惨痛教训后 仍未能有效预防类似灾害的再次发生 另外在7月6日傍晚 水利部微信公众号 中国水利发文介绍 洞庭湖区堤防基本为土地 地基大多直接落在软弱的粘土 粉质粘土之上 下部大多还存在于 泥质土及粉细沙 沙粒石等不良松软地层 堤防存在的工程地质问题 和险情隐患较多 洞庭湖区3级以上 堤防中有约600公里 沙制基础渗漏严重地段 在洞庭湖涨水之后 在堤外洪水渗透压力影响下 亦在堤防及院区产生重大管涌 流途险情垮坡险情等 管涌最近的距堤角有30米至50米 最远的距堤角能达到1000米至1500米 给寻堤查险增加了不小难度 此外 白蚁等害堤动物在洞庭湖区分布广泛 繁殖速度快 亦掏空堤防引发漏洞等险情 此次洪灾的发生 凸显出洞庭湖对长江洪水 吊庭能力越来越低 在中共的治下 洞庭湖越来越小 洞庭湖曾经是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昔日号称800里洞庭 由于泥沙淤塞 团湖造田等 迅期洞庭湖面积由1949年约4200平方公里 骤减到1983年的2625平方公里 现如今却仅有约1100平方公里 面积仅剩了中共建政初期的四分之一 洞庭湖现已分割为东洞庭湖 西洞庭湖 南洞庭湖 大通湖 沐平湖和七里湖等部分 洞庭湖的汛期为每年6月至8月 据中国媒体报道 6月1日起 湖南全面进入主汛期 6月3日八时洞庭湖成林基站水位26.56米 较多年同期均值偏低0.62米 洞庭湖水面积约1100平方公里 今年入讯以来 洞庭湖周边地区累计降水量468毫米 较多年同期均值偏多24% 洞庭湖来水偏多 长江三口及相思原理四水来水总量643亿立方米 较多年同期均值483亿立方米 偏多33%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在降雨量偏多24% 三口四水来水量偏多33%的情况下 洞庭湖的面积也仅有1100平方公里 湖面缩小是多重因素的叠加组合效果造成的 其中有团湖造田来水减少淤积增加等 1949年中共建政以后 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思想指导下 当地政府提出了向湖泊进军 向水面要凉的口号 洞庭湖区轰轰烈烈地开展了维湖造田运动 开发出许多的苑田 也就是四周筑堤防止水侵并具有排水灌溉功能的水利田 苑田设有水闸 郡期必闸抗洪 旱期则开门饮水 洞庭湖平原逐渐成为重要粮食生产中心之一 苑田形成后大量淤泥堆积在低院之外 久而久之逐渐出现了院外湖州高于院内农田的现象 从而导致外洪内涝的局面 而根据有关部门研究 洞庭湖地区每围肯100平方公里 将导致岳阳附近的成林积出水口水位提升0.03米 据陆媒报道 洞庭湖共有大大小小的院226个 其中国家认定的重点院共11个 一线滴长1,221公里 承担着一阳长得两个地级市及7个县市城区的防洪任务 自1998年加固以来已运行20多年 而中共政府采取的策略是以堵为主 加固地院设施整治洪道等 院内农田和房屋处在堤坝处建设堤坝防洪 这就是政府采取的策略 这种大规模的围湖造田破坏生态环境同时 也造成洞庭湖的快速萎缩 洞庭湖原本的泄洪续洪能力 也因面积的萎缩而大幅度减弱 而三峡工程的建成使用 又加快了洞庭湖面积萎缩的速度 实施续氢排卓策略 非汛期三峡蓄水时 使得洞庭湖上游来水量显著减少 虽然三峡水库下泄水为清水 加剧了边岸的冲刷 但水流速缓慢 携带泥沙的能力也下降 导致洞庭湖水位长期处于低位 湖底大面积出路 水动力条件也随之减弱 实际加剧了洞庭泥沙淤积 今年三月 习近平及其他中共常委 在湖南常德市考察 还专门视察了万亩粮食生产综合 示范片区 再次重申中国人 饭碗庄中国粮的政治口号 作为稻米产量第一的湖南省 多年来响应中共高层旗帜 鲜明的执行水道上山退林还耕 导致洞庭湖东南西三面山区 大量树木被砍伐 植被遭破坏 香园里滋等多条河流携带的泥沙量增加 导致洞庭湖淤积加重 另外在洞庭湖来水方向上的山区 中共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大搞新修水利时期 修建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水库 此次大坝发生渗漏险情的九封水库 就是其中规模较小的一座 这些水库蓄水也导致进入洞庭湖的水量减少 这些水库大多年久失修 为病险水库 非但不能起到防洪作用还加大了洪灾发生的可能 因为洞庭湖水位长期处于低位 防洪堤坝也基本上派不上用场 当地官员防洪安全意识薄弱 加固堤坝也是豆腐渣工程 对堤坝日常维护检修也不到位 根据事后披露出的现场视频来看 在溃坝发生之前的大坝坝顶路面 就已经发生明显的塌陷变形 霸内侧水面开始冒出大水泡 说明霸体已经形成了空洞或渗水的通道 这时现场人员还在悠闲观望 没及时采取措施 等决堤了才开始行动起来 但为时已晚 对中共的官员来说 哪个辖区有河 湖水患那就是不断产生利益的源泉 要治理水患但却不能根治 他们要持续不断的上工程 不断的投入 这样官员们有捞取利益的机会 有执政的业绩 当地GDP数据还好看 有学者研究发现 中共对官员的考核 有几个主要的指标 第一是政治觉悟 也称党性 比如中共要占天斗地改造自然 那就违反自然规律搞工程 比如水到上山 第二是GDP增长率 第三是特殊指标 也称红线指标 计划生育上访和安全生产 是乡镇干部晋升的红线 所以对中共官员来说 党性是最重要的指标 洪灾发生了对官员们来说 有几个好处 一是体现党性 大坝溃坝洪水凶猛 要硬赌 要与洪水战斗 体现其与大自然搏斗的精神 这符合党性赚得政治资本 二要趁着灾情 要到救灾现场拍照 树立亲民的形象 欺骗民众 再丢几袋沙子风天面给灾民 他们就感恩戴德了 赢得民心支持 三是洪灾发生 冲毁的建筑基础设施等要重建 重建就创造GDP 同时可以捞取利益 四是民众遭受洪灾一些物品需要重新购置 促进消费 在当前中国经济形势下 促进消费恰好满足上级要求 而且可以把洪灾说成是自然灾害 甩搏大自然 对自身没风险 中共向来推行水利工程建设 建政以来一直没停 修建的水库大坝就是给民众埋的炸弹 一有机会就用来淹他们 然后再告诉民众还需要加大水利工程建设 不但防洪还能发电 民众的思想就离顺了 好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会眼看中国 欢迎订阅关注我们的频道 下次再见